全国的投资朋友大家好 欢迎准备收看今天的稳超胜券节目 当然今天的盘是 它是属于一个整理震荡盘 这个盘中震荡超过170点 尾盘是下跌的70点 那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其实非常简单 就是个股表现 个股表现 当然有一些股票 你在之前的一个操作 如果赚了三成五成 你这个时候就可以先卖掉 先把获利放在口袋 那今天有拉回 明天大概还是有上车的一个机会 所以说每一次 盐老师在节目里跟你讲的机会 你就要好好的把获 不是说叫你每天去买 还是说买的时候都涨停满 不会 盐老师的节目你可以持续的看 其实这个操作就着重在所谓的机会 跟所谓的买点 这个买点到了 你放四名就去买 不是这个买点到了 你还傻傻的 老师这疫情很严重 所以我不敢买 这个情有可原 对不对 那现在疫情好像快结束了 6月7号好像就要解封了 那距离解封大概还有剩十个交易日 那外国有一些 对不对 这个解封速度更快 那解封到底是好事情还是坏事情 我认为是好事情 这个经济会回到正常的轨道 但是你去买口罩可能会贵一点 因为你现在买一个口罩 可能是5块钱 对不对 未来你自己去买 可能10块钱跑不掉了 那总要反映所谓的成本 那当然从现在走到 所谓的后疫情时代 我相信大家的看法上面 会非常非常分歧 就像今天的成交量 大概只有1700亿 这个量一直放不出来 这个大盘你说要全部涨 那没可能 大概就是肋骨轮动 今天涨这个 明天涨那个 后天再涨另外的股票 这样子轮来轮去的话 把大家的目光吸引到台股 未来的成交量才会大 对不对 严老师的看法 来 从这边开始看 我相信这个叫关键 如果说你8500点你敢买的 到现在应该都赚钱 应该都赚钱 但是现在投资人在这个地方 他认为说是高档 我认为这个地方是个股表现 个股表现好不好 还是有些股票 对不对 在这个位置还是在低档局的 你现在要去找的就是说 现在还在低档区的 不是那种涨很多的 当然景气的话你现在去看 4月份的话应该还是黄蓝灯 这个很多数据都还不是很好 你要趁着现在 当然现在不是一个危机 当然这个大盘最近连续两个礼拜都在走横盘 有人认为是危机 我认为没有那么悲观 但是这个地方你真的要 下定决心去买股票 你真的要有非常大的一个勇气 买了之后可能小套了 你也不用太紧张好不好 该涨的未来它都会涨 那我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讲到上瘾 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第一档区的上瘾 100多块钱的上瘾 你敢不敢买 老师我现在敢 你看它涨到300多块钱 你当然敢 问题100多块钱的上瘾 谁跟你讲说它未来会很好 所以我常说 这股票操作要看未来好不好 你从什么时候看到股票的未来 你当然是从低档区 你不是说你看它涨上去了 你才认为说老师这个股票 对不对 看到未来还有未来 跟最近那个疫情快结束了 这些防疫概念股开始崩盘了 开始崩盘了 之前吸引了大家的一个资金 那现在这个防疫概念股这些资金 可能会有一部分 可能会轮到所谓的电子 所以说昨天这个电子股的一个比例 已经开始回温了 这种电子股对不对 当时候也没有人跟你讲 它未来会怎么样 也许说你最近可能有去买报纸 这报纸里面跟你讲的就很清楚 当你看到这个报纸的时候跟你讲 四月份的营收成长 未来怎么样 订单看到六月 今天你看到上瘾 这个股价又开始开高走低了 所以它操作 最重要就是买点跟卖点 你不是看到报纸怎么样写 老师在报纸下的都是真的 所以说这个股价才会涨 这个时候报纸不会跟你讲 对不对 不会跟你讲 因为在第一档局 上来之后每一家报纸都会跟你讲 杂志也会告诉你 电视台买的跟你讲 如果说你是这种操作模式的话 我跟你讲 那想要赚到钱 这个困难度很大 困难度很大 你看老师的节目 你不用花二十块钱去买报纸 好不好 你只要认为说 老师的分析 老师的判断 是有所本的 常常问老师 老师啊 这个上瘾有做还是没做 有做没做 我可以看的 我都拿筋骨给你看 好不好 我都拿筋骨给你看 常跟你说什么 常跟你说什么 我说你创新高 你贪钱了 这个钱放口袋OK啊 但是记得要下一步 老师下一步怎么走 你连第一步都走不到 你说老师我要走下一步 那有可能 有可能 老师在这里不敢买 不敢买 对不对 在这里唱衰 唱衰不好 对不对 长上来每一个通通说好 昨天跟你写嘛 335嘛 对不对 今天拉回了 你开始有信心 你又没有信心了 再讲一次 100到200 200到300 300会不会到400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你接不住 你继续看 但是我今天跟大家讲一件事情 你未来的看盘重点 当然疫情你要稍微注意一下 当然你看疫情你会发现 这个疫苗的研发目前为止是非常乐观 美国在做 日本也在那里做 很多大药厂 包含有一家默克药厂很大家的 他是领先全球的 他也跳下来做 所以说 这疫苗的部分 盐老师也是非常的乐观 但是台股真的会不会涨 要看倒数人的信心 这投资人真的有信心的话 我跟你讲 这个美国道琼 道琼是昨天都创破断新高了 还大涨了 对不对 三五百点 台股今天开高走低 很奇怪 就是因为投资人没有信心 那投资人信心 对不对 很重要 你没有信心 盐老师给你信心 好不好 我开放有一些重要的资料 这五月份 大概只有开放这档股票 五月的超级飙王 老师五月份快结束了 明天五月份最后一天 这支股票今天怎么样 今天不错啊 今天还在涨 来看一下好不好 来 今天还不错了 大半跌了七十点 这张股票还涨了四块钱 最高来到一百五十八 这张股票你做起来 敢不了解 买啦 老师我请不买 你卖掉你要记得 去买回来好不好 记得要买回来 这个股票有时候啊 你有赚钱 我当然心情很好啊 但是卖掉之后放狗袋啊 这个有时候啊 还没走完 记得要买回来 那你问老师 老师这个五月 会不会走到六月 你先把五月做完好不好 五月份你先做了啦 我今年跟你说三十八到五十八 我都到一百吗 不知道啊 你会随随看 你会随随看 现在快要翻倍了嘛 对不对 那可能休息一下 未来有没有机会 不知道啦 你每天看节目的 好不好 有时候在资料 送给你 对不对 你会拿起来 对不对 回家仔细研究一下 好不好 不是每次打电话进来 来拿资料 拿完资料以后就忘记了 我在节目里面 我也会告诉你啦 这是最基本的啦 一家公司有盈利率毛利率 不含股东不含手里 再参考一下 好的公司比较容易涨 不好的公司也会涨啦 但是这个 不是很稳的公司 对不对 这基本面一定要让你看一下啦 好不好 这个对不对 老师做什么的 秘密LED的 这个LED的测试跟分选 这个就是未来的一个产业趋势 你不需要去买报纸 你看着我们运通财经台 下午的节目 有些重要的股票 严老师可以送给你的 我就送给你啦 我不是一个这么荡森的狼 那是严老师人都知道 严老师是一个很open的人 你只要有事情来请我帮忙 我能够做的我一定帮你啦 对不对 就送一份资料好你啦 那没啥啦 没啥啦你知道吗 人家最近的欧盟啊 对不对 为了解救这个疫情啊 推展这个经济啊 他砸下多少钱 八千多亿的欧元 我觉得我们小英政府 这个力道上面要强一点 强一点最近在说 这个什么振兴券对不对 那这样高一千块 可能有三千块 那穷人家怎么办 穷人家有五个小孩 他还去找人家借五千块钱 是不是 他就没有钱嘛 那现在就有人讲 孩子以前那个好 以前那个叫什么消费券是不是 我就直接领嘛 我就直接花嘛 我有多少的话对不对 我就花多少 对不对 可能他在领那个什么 有一些补助嘛 身上根本就没有钱 你还叫他去缴钱 然后再挣薪 这个等于说把这些弱势团体 他的想法跟心情 把他忽略过了 这个有些投资人很可怜 这波疫情很严重 他想说我来做一下防疫好不好 今天的国防声好像又跌停了 对不对 本来是很强的 强共共 昨天在坐机缘车 机缘车司机在聊 因为我看他听广播 头骨老师那边胡说八道 说这个防疫概念股怎么样 他一跟我讲 我跟你讲 我今天去买跌停板 他很有概念 我去买跌停板 明天只要怎么样 涨上来了 好我就赚钱了 结果今天怎么样 国防声又跌停板了 就是说人算不如天算 我这个当时候跟你讲会特 老师这什么特啊 特会还是会特 你说会大赚真的吗 有人会相信 有人不会相信 相信也好 不相信都没有关系好不好 我们就慢慢看嘛 慢慢看 91.6 这个地方你要不要动作 我不知道啦 自讨尾盘拉到掌停板 两根掌停板 大家就有信心了 老师这个未来到底会怎么样 三根掌停板开始在查了 老师这基本面是什么 这个营收怎么样 这个明明LED有这么强 老师这个题材以前好像炒过了 那为什么以前炒它不会涨 现在炒它会涨 这个背后是不是有一只手在里面 我说你不用想那么多 有的时候这个股票市场里面 就跟那个周杰仁唱的一样 不能说的秘密 这个不能说我们就用做了好不好 来我们来做一下 做一下 对不对 这个四根掌停板 不要每次问 老师你有做还是没做 我听到这句话很难过 我听到这句话很难过 这5月12号 来5月12号 这个一样5月12号 你不要说老师 这个普通会员我做不起 老师这个特别会员我也做不起 这两集会员是最基本的好不好 最基本 你说老师我这个没有办法参加 没有办法参加你就慢慢看好不好 我的操作我能拿证据给你看 我就一定拿证据给你看 股票市场操作买跟卖很重要好不好 该买就买该卖就卖 我说这一天震荡嘛 你可以先卖好不好 记得后面动作要做一样 你先卖的话50分 买回来怎么样再50分 两个加起来就是100分了 这一天来不及卖对不对 这一天也可以卖 你先买后卖先卖后买都没有关系 为什么 为什么因为它还会在涨 它还会在涨 你别在那边紧张好不好 又来问老师你到底有做还是没做 因为股价一支一支涨上去 我相信你长期看老师节目的来 老师这个普通特别尊荣 第二次的操作给三级会员做 掌停板 这掌停板不是拿来表演的 我们节目你不需要去表演掌停板干什么 我在表演掌停板我的会员会抗议 老师我是普通的会员 你就验证嘛 5月20号你有没有收到简讯 我是特别会员 5月20号有没有收到简讯 老师我是尊荣会员 有没有收到简讯 这一天我有没有公开告诉你 周杰人唱的歌你要记得不能说的秘密 你至少是赚钱的嘛 这天撞波段新高好不好 然后这一天呢老师又拉上去了 我股票操作我从来不会叫歌去追啊 我先讲啊 惠特我有跟你讲说你要去追吗 不需要 老师现在股价从五十几块钱啊 涨到一百多了 你能帮我写一下 我说你要写什么 老师你这个平常都会写一下嘛 好我就写一下好不好 给大家做个参考好不好 给大家做参考一下啦好不好 参考一下就好了 来看到这边 老师那五十已经到一百了对不对 一百到一百五了对不对 那未来会不会一百五到两百 老师这边会不会到 我不跟你讲过吗 周杰仁说的不能说的秘密 老师这个秘密你能不能告诉我 我相信可以啦 但是你节目要持续看好不好 当然这个现在很多人手中啊 很可怜 人家可能有赚一点钱啊 买对股票嘛 他们还是防疫概念股 你手中有防疫概念股啦 来你就不用客气了好不好 尤其有什么国光森啊 对不对 对不对 这些股票你不用客气了好不好 我今天一天啦 我今天一天我都在办公室好不好 你现在赶快扫买给我 也是可以啦 你亲自打电话 你严老师就亲自服务啦 你不用客气你知道吗 防疫概念股你要小心啊 这很热啊 人很多啊 严老师跟你讲了 人多地方不要去 你不要不听啊 要听得进去啊 人坐搜台里你不要去你知道吗 虽然现在快要解封了对不对 但是还是不要去 手中有股票要换股的 不是说你只有生计啦 任何的股票你觉得有问题的好不好 你要换股的 严老师非常欢迎你 今天电话拨通了 严老师亲自的 来帮大家服务 就那么简单 当然有一些股票 比如说像金鼎 对不对 老师这个会不会到200 还有人在问这档股票 那我说你股价不到100块钱的时候 你为什么你不去买呢 这一定要很好买啊 你学过技术分析你都知道嘛 低档拨指 跳空突破 这个叫做多头走势 一突破二突破三突破 股价就从100块钱涨到150啦 未来会不会涨 其实你可以慢慢看啦 重点在什么地方 重点 因为你在这个地方能不能看到它未来的价值 你不是去看到它说涨上来了之后 股价会不会到200 这个必须要说得清楚一点 虽然现在这个大盘它是属于一个横盘整理 但是上涨的 上涨的加速大概也不多 但是严老师又锁定了一档股票 我也锁定了一档股票 我希望大家怎么样 一起来参与好不好 那要布局未来会大涨的股票 你也不用急好不好 不用急 那今天的话严老师会开放 非常非常重要的日子 你要好好把握 我们就要布局六月份会大涨的股票 不是布局五月份 五月份已经过去了 不管你有赚钱也好 没有赚钱也好 明天就是最后一天了 明天最后一天我要带各位去布局 这个六月份会大涨的 对不对 五月天唱完了要唱六月 六月就是一个新的开始 这个疫情开始解除了 很多的事情都有利多 还有利空冲击盘面 到底怎么样来选股 老师只有一档 单股所单的标股 我要带大家怎么样提早来布局 想要布局六月份会大涨的股票 今天严老师开放 今天怎么开放很简单 你现在用手机扫描 等一下打电话也可以 扫描QR Code打电话之后 今天电话要拨通 拨通之后留下你的姓名 留下你的联络的一个方式 记得你要把你的资金告诉严老师 如果说明天这档股票有发动了 我会按照各位今天打电话进来的顺序 你今天什么动作都不用做 你今天只要打电话进来 告诉我们的助理 你的姓名你的电话 我要布局六月份会大涨的股票 这样就可以了 我们今天全线开放 给大家一个最好最好最满意的一个机会 我们的合作就从今天开始 布局六月份会大涨的股票 单股所单好不好 还没有扫完QR Code赶快扫 等一下广告时间电话赶快播 带你来布局电话一定要打通 单股所单的股票 六月份会大涨的股票 赶快布局 打电话进广告 轮原投顾精准掌握台股趋势 帮您确实下好每步棋 长期布局投资战略 帮您达到最佳投资报酬 洞悉盘式策略宣布 轮原带您引爆投资最佳奇迹 银家专线02-2321-9933 2321-9933 轮原投股 研分析师 毕竟多次蜿蜒于空投 拥有二十多年股市经验 擅长基本面分析 经验大盘结构 最能冻足极限 充分掌握风险 激起拜访公司 深入产业研究 集中火力 快速累积绩效 是您启动财富的最佳导师 轮原投股 制服专线 02-2321-9933 2321-9933 轮原投股 精准掌握台股趋势 帮您确实下好每步棋 长期布局投资战略 帮您达到最佳投资报酬 洞悉盘式策略宣布 轮原带您引爆投资最佳奇迹 银交专线02-2321-9933 2321-9933 红灯冲啊 麻烦靠边 有警察 天酸 大盛啊 千般不当落跑啊 违规据远兰检逃逸 不仅危险 还要多吃一张 最重三万元的罚单 并且掉扣驾照六个月内 下回可以这么大 万一撞伤或撞死执法人员 更会被罪众处罚十五万 并吊销驾照哦 我看还是乖乖配合好了 违规据减逃逸 重罚加扣照 致死伤吊销驾照 内政部警察署关金银 欢迎回到 节目现场 航机进入到六月份之后 这个法人要开始作账 这个公司派 这个半年报也要开始作账 甚至很多的国家 目前为止都释出 所谓的利多的消息 来刺激的景气 包含我们的行政院 我希望这个振兴券 能够提早发放 最好发放金额能够扩大 这一切的话 都对于我们目前为止的经济 它是一柱强心针 这个强心针打下去 我相信这个投资人就有信心了 那很多的股票 老是在节目中跟你讲的 都是希望大家怎么样 在低档区赶快布局 对 这张可不可以叫加金吗 你低档区去买就对了 好不好 你去买就对了 也不是在这个地方 你都不买 等下涨上来之后 以后去追嘛 这个GIS也是一样嘛 当时候在低档区没有人看好 等大家都看好的时候 股价就涨上去了 对不对 你还说老师你到底有没有做 记得可以先卖一趟 股票不是说只有买啊 你先卖一趟你就先赚一笔嘛 对不对 你先赚一笔嘛 今天有没有拉回 今天有啊 那你敢不敢动作 你不要说老师啊 我跟你讲哦 这股价只能买涨的 不要去买拉回的 我听你在讲 我听你在讲 金顶在低档区 有没有拉回让你买 有嘛 性能高也是一样 最近大涨的上瘾 一百到两百 两百到三百 三百会不到四百 今天的会论还在涨 还在涨 还在涨 老师这个未来会不会涨到 对不对 两百 你慢慢看 那当然明天啊 这个很重要 因为有一档股票 我看很久的 我认为明天 就是一个布局 很好的机会 那当然你明天去布局了 可能买的比较便宜一点 那明天过的就是六月份 好不好 我们现在就是要去布局啊 六月份会大涨的股票 你不要想那么多 你跟上延老师的脚步就对了 你今天打电话记得 一定要留下你的姓名 留下你的联络方式 跟我们助理讲一下 我要布局六月份会大涨的股票 等一下广告时间 电话一定要拨通 还没有扫描QR Code的 现在赶快用手机来扫描 我们准备要布局六月份会大涨的股票 未来有机会大涨的股票 今天电话一定要拨通 严老师带你来布局 单股所单只有一支 还没有扫描QR Code的 电话还没有打的 赶快拨打非常重要 明天准时布局 我们明天见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 不关系 跟你安排在一起 23219933 轮源投股精准掌握台股趋势 帮您确实下好每步棋 长期布局投资战略 帮您达到最佳投资报酬 洞悉排斥策略宣布 轮源带您引爆投资最佳企迹 赢家专线 0223219933 23219933 都尝尊 精净不扬资 额尔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